临国新加坡飞瓶公园从玉琅搬迁到万里后 终于即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对外开放 升级版的飞瓶公园除了空间变大 达到17公顷 园内的鸟类更是增加两倍到3500只 种类超过400种 原邦昨天召开媒体预览会时指出 新飞行公园内的鸟类可以自由活动 也开放上游客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公园共有8个主题区域 按照鸟类的栖息地来分类 例如非洲森林 亚洲梯田 南美洲湿地和亚马逊雨林等等 下个月8号开放以后 游客可以在市营业期间享有每张门票10新元的折扣 5月27号之后每张门票售价介于33新元 到48新元之间折合约109令吉到159令吉 门票将在后天开放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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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